小奶狗正紧张地进食,突然脖子被勒住了,从下水道抓出来。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一位女生说,四天前在下水道听到狗叫声, 发现里面居然有两只小奶狗,下班都会来喂下它们。 但小狗很不信任人类,对陌生人很警惕,吃完就躲起来。 下午志愿者带来了内窥摄像头,打算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 安装好设备后,很快就发现两只小狗就躲在里面,互相挤在一起,显得很害怕。 接着,志愿者发现,管道五六米处有上坡,无法探测里面情况。 也就是说,在后山高处,应该有个进口。 一位女士指着前方说,这里就是上方下水道口,跟下面管道应该是相通的。 打算观察清楚后,再制定方案,营救小奶狗。 经过摄像头的探测,很快就探明了情况。 在下坡后一段距离,摄像头终于捕捉了小狗。 从管道的走向分析,两只小狗应该是从后山进入洞口,然后不小心从上方坠落。 掉下来后,它们就无法回去了,这几天就被困在了井口处。 下午,兽医来到了现场,它能成功救出小狗吗? 兽医观察后说,下水道太狭小,小狗又很警惕,传统方法是行不通。 幸运的是它们胃口很好,也很活泼。 兽医来到后山,表示附近可能还有其他小狗。 突然,兽医紧张起来,指着远处说,狗妈来了。 一只大黄狗神色紧张,从山上跑来。 它朝着兽医方向犬肺,它应该是在找丢失的小狗。 但母犬很快又离开了,可能正哺乳着其他孩子吧。 听到狗妈的叫声,两只小狗探出头看。 它们都想妈妈了,发出哭泣的声音, 然后拥抱在一起,看起来很让人心疼。 两位志愿者带着营救工具来了,方案也已经确定。 打算用食物诱骗小狗出来, 然后用套锁勒住。 就在小狗探出头吃香肠时, 一下就被抓住了。 志愿者赶紧提上来,小奶狗吓得拼命挣扎, 总算成功救出一只。 把它关进了笼子里后, 现场的人都很惊讶。 小家伙胖嘟嘟的,很可爱, 把大家都蒙哭了。 女士说现在很头疼, 还有一只小狗吓坏了, 已经又偏不出来了。 现在它紧缩在管道内, 还一直往后退。 志愿者等了半小时, 它也再没出来。 兽医想到了办法, 用布包住摄像头, 从后扇上方往下推移。 用这种方式驱赶小狗出来。 听到声响后, 小狗吓得只能往外走。 在洞口犹豫了一会儿, 刚探出一个头, 瞬间就被套住抓了上来。 两只小狗也终于都营救成功。 大家赶紧把它关进大铁笼内。 但小狗不知, 眼前的人是敌是友, 害怕极了。 志愿者把两只小狗放在一起, 缓解它们紧张的情绪。 很快就安静下来, 个头大的还拥抱着小不点, 很有哥哥的样子, 让人心疼又暖心。 喂养它们的女士一脸惊讶。 小狗用不信任的眼神 看着周围的人, 接着它们被送去了医院, 手衣笑开了花, 边检查小狗边说, 这两只小狗太可爱了, 体型大的是哥哥。 兄妹俩安静地趴在桌子上, 朝着大家卖萌呢。 两位喂养小狗的女士来了, 迫不及待抱起小狗, 两人都表示愿意领养, 它们打算每人领养一只。 祝愿小狗们能健康长大。 接下来同样是一只可怜的小狗, 但是这只小狗不知是怎么受伤了, 躺在那里不断地身影着, 特别痛苦。 狗妈妈守在旁边, 不断地汪汪着直叫。 狗妈妈想向人类求助, 可是又担心人类会伤害自己的宝宝, 只能不断地吠脚。 一方面是安抚孩子, 另一方面也在焦急地 想找到帮助孩子的办法。 这时过来了一名好心的人, 他想救这只小狗, 也担心狗妈妈向自己攻击, 就慢慢地试探地抚摸着小狗。 希望狗妈妈能懂得不要攻击自己。 可能狗妈妈感受到了人的善意, 就有些安静下来, 坐在一旁守着孩子。 当人想抱小狗送到宠物医院时, 小狗因为疼痛, 开始不断地呻吟尖叫起来。 狗妈妈也变得焦躁起来, 但男人依然慢慢地抱起小狗, 试探地抱上车去。 狗妈妈也没有攻击他, 还跟在他身后, 想知道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哪里。 这时狗爸爸也着急地过来了, 查看情况, 也很安静地在等着。 狗妈妈当时很着急, 来回不停地走着, 盯着自己的孩子。 经过两个小时以后, 把小狗狗送到了宠物医院。 狗狗都已经很没有精神了, 很老实地躺在那里。 当工作人员把他伤口毛剔掉时, 发现狗狗身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口子, 像是什么坚硬的物体扎进去了。 工作人员耐心地给狗宝宝消毒清理着。 此时的狗爸爸、狗妈妈已经被主人带回了家。 小狗狗一个在宠物医院接受治疗。 当包扎伤口好了之后, 过了几个小时, 开始给他喂一些食物。 但是看见小狗都不爱吃, 也很疲惫。 小狗狗很通人性, 吃点东西后, 已经可以跟人类互动了。 真是有爱的一幕。 经过了半个月的治疗, 小狗几乎都已经快康复了。 看着活泼可爱的小狗狗好了, 工作人员也非常开心。 小狗狗不断地感谢每一个人的救命之恩, 来回地在人类之间徘徊着, 感谢着。 最后工作人员把健康的小狗 又送回到他的爸爸妈妈那里。 希望这幸福的一家, 可以安全地生活下去。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